今天又是我们路脚巷一年一度的旅游 每一年我们都会带小伙伴去不同的国家 做这个旅行 去年我们是去台湾 今天我们去越南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这四天三夜会玩到非常非常的兴奋 好 再见 其实这个越南之旅 只是一个短短的四天三夜 但是它对我来说它的印象可能是非常深刻 因为呢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跟队人出来玩 在团体的活动里面我们需要100%的专注力 甚至呢很多时候游戏里面讲究的是节奏 讲究的是速度 是时间的限制 这样我们也告诉他们一个团队不是一个人 是所有人一起才能够把一件事情给完成 团队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们不只是四个team 其实他们这四个team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他们凝聚在一起 最重要就是大家的核心 是非常重要的 要大家合在一起没有什么事完成不了 在越南之旅呢 通过这个越南之旅呢 我们想要把大家带过来 凝聚在一起 可以培养一些感情啊 培养默契 让小伙伴们在不同的国家的鹿角像 可以体验不同的文化 把鹿角像一起带到另外一个高峰 跟其他分店的小伙伴一起 虽然这一次就是有比较多的新面孔 基本上也不会觉得生疏 因为鹿角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其实遇到大家的新面孔也好 还是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整个家的氛围 因为大家可以很好去做沟通 去了解其实每个小伙伴在相声 我们这次的旅程 我们就希望伙伴们 在平时工作都很认真嘛 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来这次的 跟我们一起来越南 一起去放松一下情形 去充电一下 然后再去突破我们 在原本不会做到的东西 大家好 我们来到了 当当当最出名的旅游三地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 就是来到第三天的时候 大家一起穿那个水果服装 一起去旅行 就是一起去走 一起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感觉我们好像大家都在同个节奏上 然后也很欢乐 然后就会成为大家的目光焦点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鹿脚下 带领着我们这班小伙伴 去看看世界 看看不同国家 每个国家的风土民情 人文地理 从而提升自己的知识 鹿脚下 我们带颤子 好